Hi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化妝大挑戰 Round 4 Week 4 Final Week of this round 你們好 今集說的主題就是K-pop K-pop 我的強項 我聽過K-pop 我以前是一個蝦寒族 我相信這次應該是沒有難度的 這次給了我一些產品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Hair Wax 還有一些很帥的噴 Spray 這些 Spray 可以噴到頭髮變成不同顏色 有這個薄荷色 薄荷綠色 有我最喜歡的粉紅色 還有這個 Ash 灰色 我今天化這個韓國妝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 韓國妝就是要有一個一致眉 有一個很深的眼線 眼影 還有一個MK的頭 其實也不相信是MK的 韓國就叫K-pop 不是MK-pop 我先加了一個眉 一致眉 眉不要緊 一致眉的重點 很明顯就是一致 但是不要有那麼糊塗 沒有什麼糊塗的 純粹都是一致的 其實一致眉 都不太容易掌握的 我個人認為 因為一致眉很容易 就會變成立筆小生眉 很容易因為太粗 所以呢 一致眉是要 真的要有一點點控制才行 真的要有一點點控制才行 再畫一個 再畫一個這個 下眼線先 下眼線可以畫粗一點 韓國這些都很厲害 他們的smoky eye都很誇張 我看過Nexo他們化妝的 behind the scene tutorial 真的超誇張 他們真的 他們因為那些控制 所以是軟一點 眼線畫得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他們是用深色的眼線來畫的 所以呢 好誇張 真的一劈深色眼線 HIGH在這裡 我眼線有技巧 所以就不敢做的 其實我是很喜歡畫上眼線的 因為我覺得男生是不需要畫上眼線 我覺得 但是呢 今天這個韓國妝呢 韓國很流行畫上眼線 畫一條線在這裡 很多人都會這樣畫的 因為韓國人普遍來說 都是單眼皮 或者他們的眼皮是 不突出的 如果畫了上下眼線的話 就令到眼睛 所以韓國人都很喜歡畫上下眼線 整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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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線兩面不見了 就沒有那條線 嗯 其實 看不見到 一點點吧 不需要太強的 眼線 最重要是 不需要太強 但是有在這裡就可以了 我覺得 因為太強的話 就讓人覺得很強硬 很特意 然後 現在我再用一點點 鼻影 之後呢 其實我也蠻喜歡這個 用眉粉 眉粉可以多一點點 看起來都蠻自然的 都可以 但是眉粉有一個人不好處 其實呢 應該用眼影 正式 因為眉粉呢 很容易會脫 看起來都不會太過 這樣一點點 其實 遠看不覺的 現在這樣近看就看到 原來畫了一點點 上下眼線 但是 遠一點來說 其實真的不知道 是否在眼線 所以我覺得 漢國男生 他們厲害的地方 就是厲害化妝 他們的化妝師 很厲害幫他們化一些 不太覺化了他們的妝 化妝最高技巧 就是化了 等於沒有化 化完後 人們不覺得化了 現在都是 用一些 光影粉 現在終於到 我最想弄的頭髮了 因為這隻 不是跟染了頭髮有點不同 這隻是要 它不是真的長久的 它是要 一天之後就沒有了 不是 Wash off in one shampoo 這樣的 而且它是要在15-30cm的位置噴的 我已經看過說明書 這個 這個Hail Wax 好深色 有點害怕 看來是黑色的 原來是透明的 哈哈 對 那瓶黑色 所以我以為它是黑色 做回這個很普通的 一個 前面的頭 但是呢 都要靠這些 Gel 和Wax 給它一點點 我的 平時整頭的心得 就是 喜歡 打色 打橫 打橫 這樣做掃 掃到每一個頭髮 都有這些 產品的時候 就可以 就可以 做你想做的型 那我就噴了這個 顏色先 這個是這樣的噴嘴 但可能我頭髮黑色 所以不上色 還是一點點 是不是好像白髮一樣 所以這個顏色 不行 想到好像很帥 好像GD一樣 算了 還是用粉紅色 粉紅色 粉紅色應該安全一點 其實真的不太見到 你看到這粉紅色 這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先 按燈近一點 這個是 70 這是什麼 70年代的MK 就是這顏色 真是黑色大一點 像這樣銀色的MK 真的 唉 都不太合適 不過不要緊 今天重點呢 就是用 GD那隻眼 十字假畫 在這裡 畫完呢 就變回做什麼 It's your favorite 剛剛我就想畫這個 但我剛剛忘記了畫 所以現在就要補回來畫 是否立即整個GD 是不是立即整個GD 或者呢 應該帶兩個 環 那些耳環呢 那就 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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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